說 你好,我是尼尼尼達 現在呢,我要去大廚 然後今天我要去一個非常特別的地方 因為呢就是 我未來待在韓國的計劃有一些變動 所以就變成說我想要利用剩下的時間 好好的在這裡玩一玩 然後每個假日 盡量能去哪裡就去哪裡 就是多看看一些韓國的地方 因為說實在,我來的前半年就是 完完全全都只有在讀書 假日去玩的地方就是咖啡廳 真的很認真的在讀書 然後根本沒有玩到 我沒有出過首爾市 所以呢 現在我就下定決心要每個假日啊 或是說兩三個假日出去玩一次 然後讓自己能夠多看看 今天我要去的地方是 波州 波州的話呢 大家都知道它很有名的就是 藝書村 英語村 普羅旺斯村啦 對這三個村 那今天 我沒有要去這三個地方 但是我要去的是他們的 奧雷 波州的奧雷 因為很多旅行團好像來韓國的時候 都會去波州的奧雷 但是我沒有跟過旅行團來韓國 所以其實我沒有去過那麼遠的地方 那邊的奧雷大家都說非常的漂亮 因為那邊有就是歐洲式的建築 對很像歐洲的奧雷 加上那邊聽說奧雷裡面有非常好吃的東西 所以我今天一定要去吃 我到現在還沒吃飯 我就是要留著肚子到那邊去吃這樣子 那因為從我家過去那邊 合景站去打車 但是我家到合景站要先 波音 我家到合景站要先轉公車 再轉地鐵 再走路到合景站 然後是還從合景站打2200 往那個奧雷去 耶!坐了一個多小時的車 中間車子還壞掉 然後我們還在車上等了15分鐘 然後等另外一台車來載 然後我們現在終於到了 基本上他們這裡的店家 就是裡面是不太給拍照的啦 所以就是還是要注意一下 媽媽帶小朋友來也可以 因為很多小朋友可以玩的 你看現在還有遊園小火車 你們知道我看到什麼嗎 這裡根本就是遊樂園吧 旋轉不馬欸 噴水啦噴水啦 我剛剛先逛了整個一樓逛完了 然後現在真的是有點餓 受不了所以我要先去吃飯 我剛剛看他們很像那個 美食間美食食堂的東西 就其實也是滿貴的 幾乎都破萬 都是一萬以上 所以呢我決定要去吃對面的那個 Hamburger Shakes Fries 我看不清楚它的LOGO是什麼牌子 但是感覺就很好吃 所以我去吃漢堡吧 就是這一家漢堡 我要吃 雖然說它wine 可是它的set感覺都很好吃 而且還有 我超想吃薯條的 超可愛的震動鈴 我的薯條還在炸 還在油鍋裡面炸 所以先給我漢堡 這超好吃的 好好吃 原來這裡叫 Johnny Rocket 然後我點的漢堡是ROCKET ROCKET HAMBURGER 然後 真的超好吃 就是他們招牌的漢堡 超好吃 他們的薯條也炸好吃 我每次吃過那麼好吃的薯條 他們是真的馬鈴薯下去炸的 好幸福啦 小火車 大家還記得去年我畢業旅行去了歐洲嗎 這裡的outlet真的是完完全全有那種歐洲的感覺 所以 就是 逛的時候心情就會很好 然後就是那個音樂跟這邊的氣氛很開心 所以一整個就回到歐洲的感覺 現在的時間是晚上六點 然後我要準備回家了 因為 這裡到 回到首爾市區 大概也要一個半小時 快兩個小時其實 所以呢 就是蠻久的 那現在已經六點了 我如果還要等車回去 大概也就是八九點 又沒辦法吃晚餐 在車程的時候 所以呢 就要趁現在快點回家了 那這邊的話呢 我自己是覺得就是 因為大家也知道 韓國客那種外來品的稅很高 所以他們有些外來的精品品牌 其實還比台灣的貴很多 真的貴很多 那 如果你說是運動品牌的話 或是他們韓國自己的品牌 就是真的是要用 挖寶的方式 要很努力的找很努力的翻 才真的有辦法拿到很便宜 那國際精品的話 除非他是真的過季的 不然價錢基本上都還是很貴的 對 大概是一個這樣的情況 所以也不一定是說 奧淚就真的是很便宜 就像我們常常去逛山景啊 或什麼 也會覺得 不是奧淚嗎 怎麼還是那麼貴 對 所以這應該是大家都會知道的情況 這樣子 那現在呢 要去搭車的話 就是回到剛剛我們下車的那個地方的對面 去搭車就可以了 一樣是搭到河景站啊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結束啦 就是因為我沒有拍很多 是因為他們這邊都不能拍攝 對 店裡面都不能拍攝 拍攝的話 他們就會來講說 我們這裡不能拍攝喔 所以就沒有拍很多東西 但是這裡的環境大家可以從前面的影片看到 這裡的環境真的很舒服很好 有時候可能就是 來陪家人買東西什麼什麼 然後你就坐著休息啊也可以 就是還不錯啦 然後小朋友 在親子的部分 小朋友的地方也照顧到很多 對 但是確實就是他真的有一點遠 而且就是要搭車一下子 然後 而且其實他們這一區 波州的這附近的住宅 就是 到過了 到一直要到 快到這個 Olet的時候 前面那一段路的 那個 村子啊 房子 全部都很漂亮 真的很像歐洲式的感覺 加上現在天氣已經變冷了 你知道嗎 就是 樹葉都掉光了 然後天氣這樣涼涼 舒舒舒服的 真的會讓我覺得 有回到歐洲的感覺 很開心 好啦 那如果今天呢 你喜歡我這個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個喜歡 再幫我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下次見喔 안녕